近日,日本和平之旅访华团来到清华日军 南京大独大越南同胞纪念馆追寻日本清华历史真相 在细腻的细雨中,纪念馆机场内的长明火熊熊燃烧 黄白色菊花摆放在殿子前 日本和平之旅访华团成员走向祭台 声声鞠躬,低头莫哀 在交流环节,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巨栏同胞纪念馆馆馆长周峰介绍 从1991年开始,石川客戟带领日本青年人访华 到今年已经是第29次,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 本着一世为鉴,面向未来的精神 积极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和纽带 现场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女儿长小梅 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 日文版书籍赠予访华团 长小梅说,父亲生前一直希望日本民众能够了解这段历史 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此次日本和平之女访华团成员共15人 平均年龄43.6岁 在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参访活动之后 他们还将前往北京、哈尔滨等地 进一步追寻日本清华历史真相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